祝你三日快樂 看似正常的慶生聚餐 但成員組合卻引發爭議 原來是因為影片中的黃衣男子 前天到蒙太陽會七度分會長 綽號檸檬 而一旁的竟然是基隆刑警 正姓小隊長 在場總共有八名刑警 通通幫黑道大哥慶生 難道現在真的是黑白不分 他們那天很多人來吧 都滿了對不對 全部都坐滿了 全部都坐滿了 那回去他們還在喔 警方一早多次找上門 還讓店家一度很錯愕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不過店家回憶當時聚會狀況 強調氣氛相當不錯 到很晚才散場 警方解釋是正姓小隊長 約其他同仁 包含分隊長等人 一開始以為是年終聚餐 後來才知道是幫大哥慶生 還強調都有先報備 至於是否令設其他違紀行為 本分局正深入調查 如有違紀 將秉實不掩飾 不護短 不避重的態度 我們會依相關規定懲處 雖說警方強盜偵察隊是公務需求 必須蒐集俠內幫派活動 行資才會接觸列管的特定對象 但這畫面曝光 還是難免引發負面觀感 記者基隆綜合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中市的各自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鐵刀